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刘当时并不知道这个类似口服液的小瓶子里到底装着什么 在酒精和好奇心的趋势下 他花四百块钱买了一瓶 喝完以后吧 感觉整个人轻飘飘的 然后听到音乐就会特别兴奋 小刘的亢奋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中午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他开始变得焦虑烦躁 一心想着再试一试那个饮料 察觉到小刘的异常反应 他的朋友立即报案 那么小刘喝下的饮料到底是什么呢 武警海南省三亚冰房支队获悉案件后 立即成立了装案组 派出侦察员对全市的娱乐场所进行详细排查 通过大量的走访和询问 一个叫利哥的人进入了侦察员的视线 据县人投入 三亚地区只有利哥能搞到这种特质的饮料 然而谁也不知道利哥的真实身份 他很少亲自出面交易 手下的麻烦也是经常更换 关于利哥 侦察员们只知道他中等身材 体型偏胖 并没有其他线索 确实跟大海劳僧差不多 这个是需要我们通过外围大量的工作 还有我们的这个对整个案情的一个综合的掌握分析 才能够去把这个这个把这个这个这个人给揪出来吧 专案组决定展开拉网式排查 除了在酒吧KTV中布线眼线外 武警侦察员们还对三亚市宾馆酒店 以及住宅小区的入住和租房记录进行了详细的查看 在翻看到一家酒店的入住登记表时 一个细节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是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酒店 住这个酒店的一般都是来三亚旅游的外地游客 然而两个月前有一个叫林立的三亚本地人在这里开房居住 一住就是一个月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反映 这个人经常咒服夜出没有正在工作 另外还有四五个人经常出入他的房间 多年的办案经验告诉侦察员 这个林立很可能有问题 那么他会不会就是立哥呢 由于酒店刚刚换了监控系统 一个月前的资料缺失 武警侦察员只能调出附近小区门口的监控录像 进行查看 这是林立退房后的监控录像 在录像中可以看到 从酒店大堂做出了一个中等身材 体型偏胖的男子 这一信息和武警侦察员已知的立哥的提包特征相反合 林立从酒店出来后 静止登上了一部深色的越野车 监控录像清晰地记录下他驾车离去的过程 以及他所驾驶车辆的车牌号码 根据我们的那些线索 还有我们的一些人员进行了辨认 基本上确定这个林立来 就是我们要找的立哥 当时他已经不在这几带中 但是我们就通过这个车来找林立 然而经过查询 武警侦察员发现 林立驾驶的越野车竟然是一辆假牌车 没有登记任何信息 眼看一条清晰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侦察员们很不甘心 当时我们的侦察员 他就在那个固定的顶 同一个时间段 然后对这个经过的CR运 进行了详细的一个登记更新比对 每天的那个登记大概有四五十辆 为了找到林立驾驶的越野车 武警侦察员们耐心遁守了半个月 这一天他们呼呼寻找的那辆越野车终于出现了 这一发现让武警侦察员们稍微松了一口气 一旦找到了这辆车 弄清林立的行踪 以及他到底是不是立歌就不难了 然而 此时的侦察员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正是这辆车让他们走进了一个死胡同 走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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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过来 迟到过来 那边那边 把我家吃的 赶紧拿个酒店 还上去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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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怎么下 从这辆黑色越野车上下来的人并不是林立 难道是他的马仔 他和林立到底有没有关系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 侦察员们发现 开车的始终是同一个人 而车主并没有和任何可疑的人接触过 林立更是一次也没有露面 尽管这辆车预监控录像上查到的车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连假牌照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但侦察员们判定 这纯粹是个巧合 林立开的应该不是这辆车 当时我们发现这辆车呢 然后跟着这个人 他的活动过来就是很简单 从家来出来 然后就去打牌 这辆车呢 当时应该是一部家用车 跟我们找的这辆的应该不是 这个时间段呢 我们这个线索就断了 就在专案组急需找出新的对策时 他们突然接到了令人为之一阵的消息 李哥在酒吧街附近的一家餐馆出现了 侦察员赶往现场后 首先对餐馆外的停车场进行了查看 有点有点是有点好多人站在那边 你看看 看下车牌吧 慢点慢点 看我们 人太多了 这数位人挡住 往前走一下 这个对了 这个车牌对了 2428 对了 我再往前开庭了 我再往前走一下 对不对 对对对 走走走 对对 走走走 让他车后面去 走了走走走 这是这辆车 怎么是这辆紫色的呢 视频里面 我能分明出来的 嗯 武警侦察员们随后证实 这辆紫色的越野车 就是监控录像中出现的 林立所驾驶的那辆深颜色的越野车 这一发现也证实了侦察员们此前的推测 林立正是他们要找的 在立哥 立哥两年前开始在三亚地区从事贩卖毒品的活动 他的手下有五个马仔 分顾明确 交易通常都用马仔完成 在娱乐场所向人推销饮料的就是他的马仔 这个所谓的饮料 其实是一种叫做神仙水的新型液体毒品 包装是类似口服液的小瓶子 对于毒品外观的认识 大家基本上还停留在粉末状和药片状 而把毒品制成液体就是麻痹人们对毒品的警惕性 贩毒分子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哄骗年轻人购买新食神仙水 大家一起喝酒 把对建训 那你喝了以后产生幻觉 是吧 你再喝的话可能就上瘾了 是吧 这不可收拾了 眼下利哥和他的贩毒团伙 成为了武警边防部队急需拔除的一颗毒瘤 但是专案组并没有对这个涉及六人的贩毒团伙 做出收网的决定 利哥身后又现诸多神秘人物 支售液体毒品神仙水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 教化毒贩用尽花招摆脱武警侦察员视线 准备收网之时 真正的大鱼又为何人间蒸发 军事机史正在播出 显然把普通毒品加工成新型物体毒品并不容易 那么利哥卖出的神仙水是哪里来的 支售神仙水的幕后黑手又是什么人的 随着侦察的深入 武警侦察员们终于发现了利哥背后的秘密 通过对利哥的秘密跟踪 武警侦察员一路从三亚摸牌到了海口 他下车了 他下车了 林立下车 小伟也过来了 他们现在又要去酒店 待会让我们的人车车都跟上去了 眼前这个小伟只是个中间人 他手里的神仙水是从一个姓李的老板那里购买的 李老板 老李还是条大鱼 武警侦察员在对老李的跟踪中发现 每次交易之前 他都会从自己居住的小区绕路到另外的地点取货 那我们这样推算的话 这个货是不是跟他不放在一起 我就说他是人货分离的这么一个模式 毒贩采用人货分离的方式贩卖毒品 是为了降低自己的风险 想要人赃聚货的抓捕牢里 就要掌握他确切的藏肚地点 掌握他买老李回来了 然后直接跟进小区 就引力 侦察员们决定和老李来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直接在老李拿过的小区内对其进行跟踪 老李在七层下了电梯 接下来需要查清的 就是具体的房间号 两天后 又一次跟踪老李时 武警侦察员决定和老李一同坐电梯上楼 为了不引起老李的怀疑 侦察员在六层就下了电梯 然后迅速脱下鞋子 来到楼梯口观察 让侦察员没有想到的是 从电梯出来后的老李并没有在七层停留 而是上了楼梯 当时那个我跟过去的时候 他那个房门已经关上了 所以我不确定是哪个房间 老李上到了八层 他才用先坐电梯再走楼梯的方式摆脱武警侦察员的视线 这次的跟踪并没有达到侦察员们预期的目的 他们决定在对老李的藏度窝点进行一次摸查 侦察员化妆城餐厅送外卖的服务生 依次敲响了八层住户的房门 好吧 那个外卖到了 什么东西啊 对了 我订外卖到了 我没订外卖啊 这不是802吗 不好意思 我见到他 当时我是既兴奋又紧张 兴奋的是确定住那个房间 紧张的是怕万一暴露了 摸清了老李的藏货点以后 专案组抓紧时间在小区内进行布库 而就在准备收网的时候 老李突然消失了 当时觉得完了 那天侦察肯定被发现了 一周过去 两周过去 老李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没有任何线索 难道狡猾的毒贩 真的察觉到了什么 这个毒品它非常爆烈 来起来很快 它除过这个 它没有别的摸手手段 所以我们就耐心地等 它肯定会出现 虽然失去了老李的线索 但是乌警侦察员并没有放松 对他的下架的监视 就在老李消失一个月后 利哥又开始偷偷地出售 特制饮料了 虽然数量不多 但一定有人向他供货 除了老李 谁还能提供这些神仙水呢 经过侦察 这些毒品仍然是通过 中间人小伟转手的 而供货的上家 则是一名年轻的女子 这名女子是谁 她跟老李有没有关系 带着这些疑问 侦察员开始对她 进行跟踪调查 这又是交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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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拦着 他怎么就走了 武警侦察员最终确定 这名年轻的女子 是老李的女朋友 等待了一个多月 侦察员们又找到了 老李的线索 专案组的每个人 都摩拳擦掌 准备将这个贩毒团伙 一网打尽 一网打尽 经过详细的调查 武警侦察员找到了 老李藏匿毒品的新窝点 此时专案组认为 人葬聚货的收网条件 已经成熟 他们决定在第二天夜间 展开抓捕 等一会儿 他那个人走过来之后 快要到车那时候 我们再下车 不要下车那么快 不然的话 我们这样还要就能看出来 感觉看会 出来的出来的 出来的 这样 这样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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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明干 啊 叫我明干 叫我明镇 几块钱 与此同时 另外三组侦察员也对中间人小北 和在三亚教授神仙水的利哥 以及利哥的马仔进行了收换 一局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缴获K粉71.3千斤 神仙水510瓶 另外开心果 摇头丸 马骨等毒品的数量也很大 在牢里的仓毒窝点 蒸馏设备 打包器具 以及包装用的袋子 瓶子 易营俱全 原来这些被称为神仙水的奇怪饮料 都是由老李自己配置的 原料则是K粉 冰毒 摇头丸等新型毒品 这类新型毒品的制作原料主要是化学制剂 会严重损伤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 危害巨大 经过图审 一个一直困扰侦察员的问题也有了答案 老李突然消失一个月的原因十分偶然 老李嗜好赌球 由于他在一个地下赌球点输掉了一笔巨款 一时还不上钱 便跑回到广东老家躲避风口 尽管傲然因素的出现 打破了侦办案件的规律 但狡猾的老李最终没能逃出 武警侦察员们的火眼金睛 支售新型液体毒品神仙水的贩毒团伙 终将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中夏夜晚群众举报电话 引出了一起特大野生动物走私案 五辆外籍货车满载三千多桥鳄鱼 悄然驶入我国境内 执法路上 武警边防小分队克服了怎样的艰辛 查扣现场 官兵外又遭遇了怎样的紧张时刻 面对重机诱惑 武警边防官兵做出了怎样的回答 三千多条鳄鱼 最终又会有怎样的命运 军事技时下期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